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的播放清单 十二时辰的养生法 讲了六个时辰 今天讲第七个 这个时间就是 十一点至下午的一点 是叫做午时 是心经当令 所以这个时辰所讲的 就是讲有关心脏方面的 这些资料会在 我的播放清单 十二时辰养生法之外 还有一个 心脏病的专辑 里面有百多个相关的 视频关于心脏 情况、疾病 调理和饮食方面 今天就是 介绍心经当令的时候 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午时 是正午 太阳在天空最正宗的 时间 是一日当中最重要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段 我们要做两种很重要的 生命活动 就是吃午饭 和午睡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吃饭呢? 因为要养我们的形 我们的形体 而睡觉就可以养我们的神 就是心神 当你的形神都安乐的时候 你就身体健康 百病不侵 同时你吃午饭和午睡 都是为了下午需要进行的工作 和学习来处备你的能量 养精畜蕊 而西方的研究 科学家就说 人如果持续每日午睡30分钟 可以令观心病发作率下降30% 而中医的理论就是 午时是心经当令的 血液流到心座的时候 这段时间最旺盛 而且心经是调理和改善心脏功能的最好帮手 所以在午时的时间 解决关于心的问题 绝对是事半功倍 心就是属火 是阴阳之中的阳中之阳 是最常见我们的平时口腔里滔阳 心情烦躁 或者某些失眠的情况 都是与心火过黄油关系 最简单 亦最有效的调理方法 就是睡觉了 每日我们午睡大约半小时 心火会慢慢降低 这个时候午睡 是特别有利于培养阴气 五岁既然可以养阴 又可以养血 因为阴血养得好 心火自然慢慢就会减退 当你五岁 或者是安静坐着十多分钟 对身体和学习工作都大有悲益 因为心属火 而夏季也是属火 夏天那些暑气如果一旦入了身体 两样的火一起烧 很容易烧过龙 就会出现深火旺盛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一句说话 夏日炎炎正好面就是这样 睡觉就很好 而且夏天因为天气很热 身体为了散热 就会大量出汗 但是如果你出汗太多 就会伤阴伤血 就会引起血燥火黄的症状 所以当我们五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令身体静养一阵 减少活动 防止汗液过度排泄 是有利于念汗和养血 所以达到养阴、平、心、火 这个目的 所以中医 养生是顺着四时的 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 要养个心、养生、防暑和防火 同时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 心病还需心药医 心静就自然凉了 所以当你的心静下来 那些火又降低了 所以外界的暑气这么热的时候 如果能够令到心火下降 是比较难伤害到你的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有机会可以五岁偏黑的 不要错过这个夏季五岁的时间 令你的心火下降 人都清凉很多 连观心病发作率都可以下降 那又是多好呢? 多谢您收听